目前颱風是中度颱風 我们预估它在往我们那边靠近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增强的空间 山屯颱风步步逼近台湾 就在周一凌晨两点钟发布陆上警报 强度持续增加甚至不排除直扑南台湾 星期三的上半天 还逐渐极可能从南部北上 这样子的路径 所以它影响我们时间就比较长一些了 也就是明天后天直到星期四的上半天 山屯颱风状态登陆 预估剧烈雨势一连影响四天 进一步来看路径预估 周一下午暴风圈触路 周三清晨可能在高雄到恒春附近登陆 接下来就会大角度转往东北 周三下半天从移花出海 会比我们目前主观的这条 认为最可能路径还在往西边一些些 之后要再往东北转 南部的区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山头更往西修降雨热区也有转变 周一东半部发布豪雨特报 整天断断续续降雨 包含基隆北海岸高平山区 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 花东局部豪雨 呈现东西两样情 周日起影响显著 尤其下半天开始 台风中心往南移动 南北部雨都会开始变大 北东恒春半岛中南部山区 都有豪雨发生几率 降雨时间拉长 沿海也出现长浪 南雨已经达到7.7米 东南部恒春半岛也容易有6米以上浪高 南雨绿岛路上强风特报 更是飙到12级强阵风 山头儿来势汹汹 全台都要警戒 TB新闻陈旭张慧仙台北报道 可以看到呢 降风即时级风 眼睛完全正风开 而这回山头儿的风力还会再增强 预计到今天晚上呢 南雨的阵风便达到11到12级 模拟时级风仅几乎达到青台上线 但搭配雨势已经很难行走 山头儿来势汹汹 南雨绿岛平均8到9级风 航春半岛到了晚上 平均5到6级风转6到7级 瞬间最大阵风也从8到9级 转到9到10级 离外岛包含进台湾海峡的沿海禁岸 以及10月1号之后 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上述的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 至少12级以上强阵风 不只风大于是同样惊人 24小时雨量预测花莲县山区台东 建山区200到340毫米 沿岸建山区最多达到300毫米 屏东县山区横春半岛跟南投县山区 150到250毫米 如果以总雨量来看台东依旧首当其冲 9月29号到10月3号 五天就飙升到900到1300毫米 花莲山区也有1000毫米 横春半岛达到700到900毫米 新北山区也可能达到900毫米 基隆市台北屏东宜蘭山区都可能达到800毫米 这个台风可能至少有五天 对台湾造成蛮严重的一个影响 包含风 包含雨 包含浪 雨区也分阶段转移 从花东高雄屏东山区到周二周三 南部山区宜蘭引南可能有大雨 到了周三之后 再转移到新竹宜北跟宜蘭花莲 这些地区都要防治灾降雨 专家也顶出目前路径仍有可能修正 但暴风圈几乎笼罩圈台 风雨不能小觑 继续新闻 达南家庭台北上报道 山头的台风强度不断增强 外围环流带来间歇风雨 而路径更罕见大转弯 预估10月1号开始出现北转角度 我们现在是秋冬季节 我们北方容易有一些就是冬天的系统 比如说冷高压 它就会影响着我们台湾东侧的 那个太平洋高压的强路 右上方还有一个是叫做燕子台风 那它也会干扰着 那个我们东侧的太平洋高压的状态 所以因此这个台风是相当不好预测的 看看路径变化 这连专家也头痛 在27号山徒儿还是热带性低吸压时 以V字形路径前进 不过在28号生成台风后 路径却变成呈现U字形 后来随着路径不断调整 更成右斜上开口的M字形 而专家更直言 山徒儿台风移动速度 几乎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 相当缓慢 影响时间会再拉长 大路能高压 那右边有我们的太平洋高压 跟燕子台风 那它的导引气流就会彼此相互抵消 甚至它的导引气流就会比较不明显 所以因此它的移动速度会比较慢 而韩国气象梯 国家台风中心预测 这次山徒儿台风将带来大量降雨 从预测路径分析 可能先经过台湾后再加强 并有机会在10月3号起影响朝鲜半岛 海门也表示 可能将在韩国南部地区带来大雨 由于山徒儿影响时间 和韩国国定假期重叠 政府也绷紧神机 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提本新闻证人留宣台北什么道 大风呼呼地吹把机车吹倒了 这是30号清晨在荷欢山的天气状况 山上下着雨刮起大风 清晨7点多正风13级 难怪吹倒了机车 人在户外也快被吹走 和韩山森林游乐区 因为台风已经预警性休元 松雪楼也一一通知 预定游客退房 暂时不要上山 清晋农场就在和韩山的山腰 工作人员忙着做防台准备 户外的阳闪 野餐桌椅通通收进屋内 搬不动的自动贩卖机 也贴上胶带 因为台风来 大家忙着防台 原本预定上山度假的游客 主动退房 国民宾馆已经退了七成 清晋农场目前没有风源 但是如果列入警戒区 就会休元 不过三途而台风来势汹汹 风力逐渐增强 已经出现阵风13级 还可能更强 预估随着台风持续往台湾 避进 难道高山阵风 会高达14级 甚至达15级以上 预估高山强风 将持续到10月4号台风远离后 才逐渐减小 还有台中福寿山农场 波斯局盛开 这美景最适合赏花避暑 不过台风来还是先缓缓 预定住宿的游客主动退房 没有退的农场也会联系劝退 武林农场则是预警性修园 这里正是银杏变黄 枫叶转红的季节 但是房台比较重要 所有的旅游行程 都能够缓缓调整时间 不过防范台风可不行 TBS新闻林轩 陈嘉贵无熟评 台中南投报道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 山陀的海上路上台风警报 预估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纵整所有最新资料判断 我们预估在星期三 台风中轻急有可能 从南部登陆 逐渐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尽早做好防台准备 另外我们预估明天开始 西南部沿海地挖地区 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危险 最近资料显示 在早上11点的时候 山陀的台风 已经来到鹅鸾比 南南东方 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它未来还是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目前我们所发布的 陆上警报区域 比之前增加了高雄地区 所以是台东 恒春 平东 以及高雄 海上警报区域 依旧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台风逐渐靠近 而且我们预估 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些 台风在登陆以前 都会以极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如果环境 更支持它发展的话 不排除也可能是 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未来的路径 也就是从昨天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 未来台风依旧是 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预估在星期二下半天 才开始有逐渐 向北转的角度 甚至到星期三上半天 会往我们南部落地登陆 然后再经过台湾地区 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开 这是我们纵整所有的资料 目前做出最可能的官方预报 因此提醒大家星期二到星期四 上半天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海岸面风浪长浪情况 都已经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了 除了我们今天早上提醒大家 东南部海面和南边海面 已经有长浪的现象以外 花莲浮标 龟山岛浮标和鹏江雨浮标 都已经有长浪的情形 提醒大家目前我们持续发布 长浪的提醒资讯 今天在静荣北海岸 东南部沿海 包括绿岛南域 以及恒川半岛会有长浪的情况 星期二到星期三 连中部以北沿海 屏东沿海 以及澎湖静北马祖 也可能会有长浪的情形 至于在风浪方面 各地的风浪已经明显的增大许多了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实台湾周围的海域 都有四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会有六米以上的浪高 台风中心所经过的地方 譬如未来的绿岛南域 或是未来可能会到的地方 都会有八米以上的浪高 风浪震逐渐增强中 尤其台风中心要经过的地方 风浪很强 请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陆地上 以及海面上的震风情况 还是提醒大家 在海面上来说 黄色以上的区域 就是平均风7级 震风9级以上 容易造成海面上坐业或航行 危险的海面的风力的情况 我们看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明天白天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台风中心已经逐渐在接近过程中 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很大 甚至明晚到后天 十级风的风浪都已经经过到 到我们的台湾海峡 以及巴士海峡 台风中心甚至有15到16级的强风 而另外陆地上的观测 在蓝宇12级的强风 恒春大午9级的强风 在花莲还有新屋 因为有8到9级的强风 我们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提醒大家 离台风中心比较近的路到蓝宇 会有10到12级的强风 恒春9到10级的强风 另外在新竹以北这些地方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东南部的沿海 也有8级到9级的强震风 这种情形 请大家从事活动特别小心 台风外围环流今天一波一波靠近 比较暖色系的 就是比较容易带来瞬间 强降雨和强风的 这雷达回波也就是雨带 我们可以看到山豚的台风中心 以及外围的环流一波一波靠近 在刚刚这红色的雷达回波 它所靠近的地方 有发现花莲台东都有下到每小时 50毫米的石雨量 然后当然这一波比较强的雷达回波 离开以后 降雨会又慢慢起来小一些些了 但是下一波强的降雨又会再移近 要提醒这些地方 在今天还是会持续降下雨 而且有些回波 路过中央山脉 会造成南部地区 北部一些地区 甚至中部山区 也会有降雨的状况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今天东边西面天气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中东西两样情 在东边的降雨 我们刚刚提过了 那气象鼠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高平山区 桃园山区和大台北山区 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会下局部性的豪雨 而今天在西北边 不太容易下雨的地方 会有高温出现 另外明天随着台风 在我们的东南边海面 到我们南方近海 慢慢在向西移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一封面降雨 雨量更多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连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而会明显了起来 甚至到星期三的时候 星期三 台风中心会很靠近南方落地了 所以各地降雨明显增大 甚至北部地区的雨 也会比较大 我们预估 星期二到星期三这段时间 北部东半部地区 周南部山区 会在许不幸的大雨 或许不幸的豪雨 其中在东半部地区 恒川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 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这些雨 必须等到星期四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才会缓和下来 而星期四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银风面其实在西北部地区 还是有降雨的 有时候雨会比较大 而且预估北部东北部和马祖 温度会转得比较凉一些些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高温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资讯 其实就是东西两样情 甚至到明天上半天都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预估 在中北部的高温35度左右 明天35 6度 所以今天也预估在苗栗台中彰化 目前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从新竹到台中地区 也可能发布高温资讯 西行在这边的朋友 东边明显下雨 可是在我们现在所在 刚所折接地方 中部地区的朋友们 今天明天两天 还是可能有36度 或更高的气温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依旧提醒大家 我们一直很关心 从昨天关心到今天 未来在北转的时候 到底它北转上来的角度 到底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参考的 所有台风的预报指引 看到很多条预报的路径 注意到星期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 我们预估明天下半天到后天上半天 逐渐向北转 而有不少资料 它的预估向北转的位置 比我们目前的官方预报 还在更偏稀一些些 还在更偏稀一些 然后之后才会向东北的方向 以向我们 不过不管怎样 这样子移动上来的台风 因为对南部地区来说 没有任何屏障 所以台风它中心很完整的结构 不论风过雨 都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 最后我们做个小提醒 今天台风得外围环境影响 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是 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当然今天要提醒大家 海面风浪震逐渐增大 沿海会有强震风和长浪的状况 而且进台风中心的浪是很高的 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要小心 那我们也提醒了 东半部地区开始有明显的降雨 台风影响的时候 也有局部豪雨的区域 像星期二星期三 东半部地区 横春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会豪雨上等级的降雨 这些降雨情况提醒大家 行津 迎来 花莲 台东 或者高平山区这些地方 特别的留意 最后还是提醒 台风中心极有可能从南部登陆 所以南部地区要特别小心 强风好雨 尤其在明天白天开始 西南部沿海地窝地区 要特别小心 海水倒灌的危险 台风即将来临 提醒大家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以减少我们的损失和灾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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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